5月12日,有网友晒出了红星和张丹峰合体参加哈尔滨婚礼的画面。 一时间也是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了。 要知道这一家如今可是处于风口浪尖了。 这一次两个人合体现身也是令粉丝们有点惊讶了。 原来是两个人的共同好友举行婚礼。 所以张丹峰和红星环带着女儿彤彤一起参加并且彤彤担任花童。 并且在婚礼上,张丹峰和红星有说有笑。 两个人完全就是恩爱夫妻的节奏了。 网友们表示似乎碧莹从未出现过。 并且张丹峰全程跟拍座花童的女儿。 满脸的幸福和骄傲,一家三口同矿温馨极了。 而红星这是弦内住的济世感,一边跟着张丹峰,一边看着女儿,满脸的幸福。 完全就是有丈夫重有孩子爱的幸福女人了。 看到这样的画面,网友们也是表示或许是张丹峰和碧莹真的没什么吧。 两个人的合体就说明了一切。 不过也有人说这可能就是网传的两个人之间和解了。 红星为了家庭和孩子原谅了一切,不过具体如何谁又知道呢? 其实红星近日在参加活动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。 更是直接表示,事情不是真的,如果是真的我也会去面对。 别人怎么说你控制不了,看来经过这些次的纠纷,红星终于肯站出来回应了。 不过网友们的发声却不一样了,有些人力挺,有些人则表示如鱼饮水冷碗自知。 红星中发声力挺张丹峰,二人合体现身秀恩爱,张丹峰展现此负一面。 不少粉丝们甚至还质疑这一次的采访是否是经过处理的呢? 还是希望红星能够在社交网站上发声回应一下,因为粉丝们好担心你的现状呢?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